哈喽大家好我是莉莉 今天是11月5号星期天 我现在又来逛市集了 今天又是热热闹闹的赶集视频 这里是大理花鸟市场附近的一条街道 每到周日 这里就变成了附近最热闹的二手集市 当然二手物品是其卖点之一 更重要的是 还有最新鲜的蔬菜水果 服装百货等等 特别多本地人过来这边赶集 因为今天是星期天 所以我又来到了二手市集 如大家所见现在是早上啊 还是蛮热闹的 不过早上逛市集的人 基本上是中老年人 都是叔叔阿姨 之类的大哥大姐 然后这边依然还是卖青菜水果等等 然后我们慢慢往前逛吧 看这边的青菜应该都是小原菜 都是他们自己种的那种啊 很新鲜 然后这边的猪肉啊 大家也看到了 这个猪肉团特别多人 上次问过价格啊 16块钱 好像是五花肉还是猪瘦肉 然后也会有生皮 你看这个摊子特别瘦人欢迎 看这上面那块生皮 上次问过价格 这个摊子的五花肉16块钱一斤 瘦肉17块钱一斤 生皮28块钱一斤 每次赶集 我都发现这家猪油团特别受欢迎 如果你是一个不太懂得买菜的人 有个好的建议是 跟着叔叔阿姨后面 准能买到好菜哦 之前总跟大家说旅居旅居 旅居实际上最好的方法 就是适应当地人的生活 跟着当地人一起去赶集啊 然后做吃的呀 各种各样的 适应当地人的一些作息方式 他们过年过节 我们也过年过节 大概就是这样子 看就像今天一样 跟着本地人一起去赶集 赶早集 那种感觉特别好 无论旅居在任何地方 随着时间的流逝 我们总能逐渐地发现 生活中最真实 最质朴的乐趣 而其中最令我着迷的 无疑是闲逛菜市场 在这里 你能够看到大理人民 生活的繁华与安宁 感受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还能学到许多生活的智慧 菜市场的热闹场景 就是生活最真实的写照了 早晨的菜市场 是一天当中最热闹的时候 商贩的吆喝声 顾客的议价声 孩子们的欢笑声 还有远处小吃摊的香气 一切都让人感觉到 生活的鲜活与丰富 各种各样的蔬菜水果 肉类海鲜 小吃熟食 应有尽有 让人目不暇接 我们在这里挑选着一天的食材 同时也感受着一天的生活 大家刚刚听到了吧 就是那个乳扇37块钱一斤 乳扇 就是云南的几怪之一 大家去那种大理古城 沙溪古镇 喜洲古镇 就会有 就烤乳扇了之类的 但是大概那个时候 他们都是要卖到 5到10块钱一片 5到10块钱一片 所以你要是买那么一斤回去 然后自己烤 然后就卖 我感觉还是挺赚的 这里的摊点很多 其中我最爱逛的是厨具摊点 大家可能会奇怪了 一个不爱做饭的人 怎么会喜欢逛厨具摊点呢 我觉得啊 逛厨具摊点 更像是一种放松和消遣的方式 对于我来说 逛市场或者商店 可以带来一种放松和愉悦的感觉 看到各种不同的商品 尝试新奇的食物或者厨具 会带来一种探索和发现的乐趣 看这小锅 包东西 这锅 铁锅 铁锅炖大能 挺甜的朋友们 准备挑准几个红红的石榴 这挺红的是好像有点 不会坏的吧 要挑点新鲜的 刚才挑来挑去 我就挑了两个很大的石榴 总共十块四毛钱 十块三斤 就大概就是这两个起码有三斤了 然后一个一斤半 很重 所以啊 回去一个就能吃很久了 分量相当足 好了 我们一直往前去逛一逛吧 看一下前面 前面的交通又拥堵了 因为一到周末 人特别多 他们也多 上这边还有 这个警车 后面那个公交车 真的一直都在逼啊 逛着逛着我又来到了二手的摊位了 二手物品摊位 在这边有很多的古董 很多的宝贝 不过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 屏幕前的大家 有没有喜欢去逛那种跳蚤市场 二手物品摊位的那种爱好 然后你们会不会买那种二手物品呢 这边这一条道主要摆放的 就是一些二手物品了 基本上集中在这边 然后对面那条街道卖的还是会有一些新的东西 有少量的二手物品 当然大部分都是一些果蔬啊 衣服之类的了 大家看啊 这前面的鞋这全都是二手物品 看这些旧鞋旧衣服 还有各种各样的日常用品 包括你看像目前这个东西 这东西是什么 这是缩衣嘛 就是下雨天的时候挡雨用的那东西 然后往前走一走看一下 这边还有很多的二手的衣服 我感觉吧 这二手衣服不可能是一家人能够说展出来这么多吧 而且这衣服相对来说还比较新 我估计都是收过来的 是吧 收过来了 接着再转手再卖 做个中间商 像这边很多的凳子 大家可以看到特别有年代感 小时候的记忆啊 竹凳 小时候就搬一个小板凳 然后坐在门口 然后吃了小零食 这都是小时候的记忆啊 包括面前的这个镜子 这些镜子上面有很多图案 有没有 瞬间就 回想到了小时候 这可是我爸妈那个年代 90年代的时候 他们结婚啊 像那个柜子啊 或者什么 其实会有这种镜子 上面会有一些图案 像这双血 仙鹤 还有这些 老 大家猜我发现了什么 我貌似看到了戏服 就是面前的一些 这种衣服好像戏服啊 戏袍吗 这个是结婚的 中式婚礼的那个新娘的婚装 但是这个看起来真的好像戏服啊 这个 这个应该也是中式婚礼男性的新郎的婚袍 但是这种婚礼着实是有点特别的庄重 特别的盛大 不太像那种小户人家的 像这个 这个是古装吗 然后连这个东西都拿出来卖了 像这旁边这个 哇哦 其实如果说要过来逛这种跳蚤市场 或者二手物品市场的话 我比较喜欢逛的是什么 逛的是家居 然后还有这些舞蹈 还有书籍 就这三样 像那个什么衣服啊就算了 别人穿过的衣服 穿过的鞋子 谁敢再穿呀 不太敢 除非你的物质条件已经贫乏到一定程度了 特别是贴身的衣物 还有贴身的袜子 鞋子 谁都不敢穿吧 万一穿上去臭脚呢 是不是 然后穿上去身体过敏呢 都有这种风险 热闹的集市无处不在 如果你今天不是很开心 那不如像我一样 找个热闹的菜市 沉浸在感激的乐趣当中 这样一天都会是好心情 希望屏幕前的你 今天能够吃好喝好心情好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